在政府日前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 美国来猪要正式输入台湾 就引起民众的一个反弹 因此他们宣布要从产地标示 来让民众选择 那么除了一般的市场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像大卖场的这样碎肉 或者是肉块 又应该要如何来标示呢 美猪美牛明年元旦 正式扣关产地标示 就成了民众购买的依据 卫福部选定全台某知名卖场 作为第二波猪肉产地 标示是板店家 22号上午 卫福部长陈时中 以及新北市长等人 来到了卖场视察推动情形 不过就有人质疑 产地标示的图样及规格 并没有统一该如何繁范 业者是挂羊头卖狗肉 重点是消费者要看清楚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自己的大小 那要放的一个位置 那这些都是有规定的 那跟那个我想挂羊头卖狗肉 这是我们稽查的问题 是我们稽查的问题 而不在于就是说 那个mark有没有统一嘛 那我们当然是有没有标示的 我们当然就直接罚了 那有标示的 那当然我们会来做相关的溯源 走进卖场可以看见 生鲜肉品区就挂着 大大的产地标示 但是再仔细一看 会发现卖场除了产地标示 也推出QR Code区块链 要民众吃得安心 应该说一般的产销履历 你可能知道它的生产者是谁 那我们这个部分 就是从生产者 饲养到加工 然后到销售 其实它中间会经过不同的阶段 所以我们让每个人自己 去key入它自己的部分 那也避免串来这件事情 明年猪肉产地标示 新智上路后 若未标示 依据食安法将开罚 新台币三万到三百万元 标示不食者将罚四万到四百万元 来际超标业者 则将开罚六万到两亿元 人士情侯二十五六 新北市新店采访报道